我選了傳染病科 其實都是因為我做過dirty team 當時是威爾斯醫院做實習醫生 做完dirty team的工作之後 其實我真的體會到 傳染病是香港真是一個很重要的專科 特別是現在疫情的情況 我還記得有一個病人 我幫他抽血的時候 他也問了我 醫生其實我什麼時候會有個結果 我都很擔心我真的有這個冠狀病毒 我那一刻就回答了一句 我跟他說了我不需要擔心 說完這句之後 我看到他真的安心很多 幫了一些病人 我真的覺得很激動 我們每一句跟病人聊天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給了一些治療之後 他慢慢好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有滿足感 我本身在富倫賓華僑 在這裡漲大和出生的 那時候中學 其實我對科學 比較有興趣 我都參加了幾個 最深刻的經驗 都是去中大2013年的 SCAP 那時候又一天去威爾斯醫院 跟了防射科醫生 看電腦掃描 或者X光 我真的感覺到他們很真心的 那其實我決定理中大 讀醫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一些醫科生 其實對我們很好 就是互相支持 讀醫科一定是很困難的 讀書都有壓力 那其實最重要是 有些人是跟你的身邊一起走 因為中大給我這個獎學金 那其實我會決定去牛津大學 再讀書 是關於愛致病的研究 那時候在威爾斯醫院 做醫科生 我每個星期五 就會去看愛致病的病人 其實看完這些病人 還有做這些研究 我真的體會到 其實傳染病是香港的重要性 現在愛致病 都沒有一個根治的資料方法 我打算去Oxford學研究 才回來香港 就可以幫助多些病人 雖然我們知道 現在冠狀病毒 是很多事情都估計不到 還有要戴口罩 見不到一些親人 我們都要一起建設 那我很有信心 其實這段時間 就會慢慢過了 過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見面 居然 不在心靈 說 說